我現在舉個例子,尤其是習同學還蠻多的 你們知道你們怎麼樣的步驟,彈琴有一個步驟 我舉個最簡單的就是情願聲聲 他們都不會開口唱歌的 不是老師都會叫你們唱歌,是那,我們也玩Jazz,就是要動動嘴巴 你不要,那補點的他們,你是看奇怪的,彈琴就彈琴幹嘛要動嘴巴 那是補點的,補點確實差不多 因為他們目標,從小練習目標就是當演奏家 他們純粹演奏家 可是玩Jazz的呢,你要用嘴巴來補助一下 所以我要把這個方法搞定 第一步啊,你這個步驟一定要這樣練 否則的話你就是,你很辛苦 你就練一首歌練很久,而且你筋步很慢 第一次啊,第一次,開始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節奏彈出來 你要,你最起碼,你比如說你彈什麼拍子 像黃耳之,你最起碼左手拍子你要會彈 蹦,恰,恰,蹦,你最起碼有拍子 那大部分人不彈這個時候呢,你發現他們在彈的時候啊 糟糕,你聽了半天,他不知道在彈那個拍子是什麼拍子 但自己聽起來也很難過 像我在台下,每次聽他們彈這個我就很難過 因為你的拍子也不明顯 因為他們都不練一些這些東西 所以你這個拍子啊,比如說第一個你要把節奏彈出來 節奏的時候就好比,蹦,恰,恰 左手啊,尤其是左手,你心中就蹦,恰,恰 你不管用踹的要,你用你位置也好,都可以 你最起碼有個拍子,左手有個拍子在 由拍子之後呢,開始第二步啊 第二步的時候啊,你不要其實彈著呢 你就是開始,右手也開始壓和弦 右手要一壓,比如說像這個和弦是DOLA RISO 比如說像這個和弦是DOLA RISO 然後你自己要,你那個彈以前啊,你 而且我希望你們挑你熟的歌啊,你不要挑你不熟的歌 真的沒有這個必要,你不熟的歌,你就自己找自己最熟 你就,你就,你就知道,先找自己熟的歌,像這個 大家都熟,然後,然後你要做一些準備工作對不對 每一首歌你要研究一下它的曲勢 要研究一下,比如DOLA RISO,這個和弦金 你想想看,它這公司最常用的就是DOLA RISO 這裡面有一個公司,然後再來副歌是FAMI RISO 這些你不要背起來,你不要知道 然後開始,右手也壓和弦 然後呢,等一下我剛剛會示範一下,我講的時候順便什麼 DOLA RISO,你如果說每次這樣的,右手講DOLA RISO 就全部用音子型,那也是失去意義 那就表示你沒有練,你沒有練手嘛 你右手用一一一這樣彈 你可以一一二一二,或二一二一這樣練 你必須要把這個,因為你認真要學好 你自然就會,你要克服自己 所以要給你的功課,你回家就這樣練 就回家這樣練,然後呢,這就是 右手要彈,會,你要會,會 右手要下,然後會要轉位 你要還會學轉,要那個轉位喔 好,第三個,當你拍子會打了 放,恰恰,恰,放,恰恰,對不對 然後第三步驟的時候喔 你用嘴巴喔,你要盡量,我跟你講 盡量用到嘴巴喔,用哼的 你不要開始又彈了 你就要哼,哼一下子 你就你唱不好聽,你沒有關係啊 你要練習,要不要哼的,哼的不好聽 你就都不說哼的,也不要唱歌詞 你要唱一唱音名,搜,看著它這樣 搜,mere,miso,la miso,re,do,re,miso 你要練習這樣 你這種練習以後呢 你以後,你碰到什麼歌啊 你熟的歌的時候 你,你就可以不要看不著 否則你如果不會唱音名的話 你一輩子就要看不著 就是這麼簡單的歌,你還是要看不著 因為你知道它的音名喔 你就只會阿阿阿阿阿,你根本不知道 就变成一辈子的要拿捕坛 你要练习这个 这个叫客服 这个客服的时候 其实大概 你说同学很少没有这种训练 你就要训练 一手 两手 三手 四手 练到一百手 应该就 像我在别的地方 就是有一个 他也是年纪很大 但是他现在客服的时候 他很高兴 他唱了一首 本来是那个 他自己能够自弹自唱以后 然后可以把音名给唱出来 那就是一个客服 所以说你要很久 就把音名给唱出来 都会了之后 这个时候才开始弹歌曲 才开始弹 So Mi Re Mi So La 这时候才开始弹 最后 这是最后的步骤 那个也准备也不做 苦拿了就开始猛练 哇 你这样练了很久 你会 而且什么时候弹不好 排阶打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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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 要这样四个阶段 这样下去 那先决条件 你要打到这个 你一定要把认真意 认真地谈好 所以说 我说 很多同学说 啊 啪啪啪啪 认真意 啊 会了 会了 认真了 会了 会了 你会了 你会了 你还不懂得 怎么样拆开来用 对不对 所以我说 你永远不嫌多的 尤其是新同学 你说你说 老师我这礼拜都没有练什么 没有关系啊 你说很忙 那你把你上次会的 认真真真真真 你就谈啊 永远不嫌多 你谈一百四 两百 每次来甚至每次都谈这个 我觉得就OK 也很OK 我觉得不会很在意 你说你会谈什么 不会在意 把它谈得很好 那我现在示范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尤其新同学都上来看一下 这个概念啊 你要建立起来 好 大家看一下 像这首歌对不对 黄小芝嘛 你首先呢 你要知道这样 帅子这是认真二的哦 你如果你认真二不练 你练你就没办法 就不会了 你认真为止 Do La Do La Reso 是公式用的最多的一次 那还有就是说 这个下去的时候 你看 我教你们练的时候 是整个下去 可是当你很熟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 第一拍的时候 你甚至可以把这两音拿掉 会比较干净一点 但是你全部压是最好的 可是你们最后 这全部压的时候 你回你的声音哦 会有的时候 听声音就知道 你大概下了多少功夫 不然的话 你看看看看看 这个声音不太清楚 然后最后啊 这会的对不对 好 右手要上 右手也是一样 Do 这个就是 你看我今天你们回家 新同学回家自己做功课 对不对 你自己做 Do 你如果一直这样子 Do La Reso 这样也可以 可是这样就不及格了 就表示说 你不懂得转位 这样Do La Reso 这就表示 你认真 一认真的都没有学得很好 你要学转位 转位 转位就好听 然后都 假如说你自己把它放在这一块 自己给它自己 Do La 这样就很好听了 就混在一起 转位 Do La Reso 或者是 Do La Reso Do La Reso 这个你们要回去思考 自己回家做功课 自己给自己功课 这样 Do 然后一开始两手下去 然后一开始两手下去 好这个都会了对不对 你老师会这样子 那不过就是 Do La R Re 手 对吧 两种都可以用 你真的弹久以后 像他你就是 你就是 你像尤其像旧同学 应该都可以做到就是 你右手的话 几乎都不会 都不会考虑到 到底是 一二一二或一 你会自然的自然的反应 自然的反应去找静的位置 这样就成功了 好 第三个步骤 开始你必须要把谱拿上来 对不对 你就开始唱 你不要弹了 就开始唱 So Mi Re Mi So La Mi So Re Do Re Mi So Mi So La Do Si La So Mi Re Do La Do Re 好 那你这个也唱熟了 不要再看谱了 你都甚至把它背起来了 然后开始 最后才弹 好 这是最后一步骤 还有就是同学会问到 老师那你这个手指怎么用 那我开始 那我开始 尤其是 新同学这样的 你们的话 就是你右手啊 就开始 我没有要求 你只要把音给弹出来 自己顺着自己的手指 要顺着 我就觉得就很棒 可是呢 事实上弹到后来 你还是 全部都是右手 全部都是和弦 比如说 So Mi Re Mi So La 那我的手啊 现在是和弦的时候 你看一下 第一小节是C和弦嘛 所以呢 我的手一定是 一定是一直 竟然是C和弦嘛 我一定这样子 然后拉的时候呢 我用这个 拉 就是因为进到拉 A minor 拉 minor 那一定是 拉 我一定是这个样子 一定是这样子 但是我弹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就把这个小指拿掉 因为这个音呢 这个音会挡到这个音啊 所以就用手指一点 不像你们看我刚刚弹的时候 一定是这个样子 看到没有都是这样子 然后 到了后来呢 Re的时候 你看我的So Re Do Re Mi So So的时候我一定还是这一支 因为我既然用到二子行嘛 我一定用这一支走 所以你们拍回去啊 我现在再弹第二次 对不对 我的手 我几乎还是这个样子 跟我刚刚弹的时候 几乎手指都一样 这样 第一次跟第二次一定是一样 因为和弦是这样进行的 我手指 我不会可以 可是你们如果没有这个 你会自己 没有规则的呢 那手这样乱跑 你不知道没有一个 你没有一个 好像一窥一样的 那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有可以两 双音啊 有的时候和弦音 那这它自己怎么来的 是因为还是和弦 这个时候拉的时候呢 你看 我可以加个Me的音啊 因为和弦是 和弦是A minor 所以我可以加个Me的音 就比较好听的 那 那很多同学说 你老是这个加酸音是什么 酸音也不是你乱加的 你是以 当下你那个和弦 是用什么和弦 你在看 这样知道了吧 我今天大概这样点一下子 好吧 那你们新同学 就是 就是 就是一小节里面 当有两个和弦的时候怎么办 在Re Re两拍 一拍 就是Do 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需要这样跑来跑去 你就是一小节 Re两拍停在那边 So Do Re两拍就行动 行动 Re So Do 这样 这样懂吗? Re两拍 So一拍 Do 当你Solo 当你Solo说它是 Re Si La Si Do Re Si La Do 后面也学一下 这后面的 后面那个和弦也要背一下 用Fami Reso 这Fami Reso 你也是要背两个公词 这首歌两个公词嘛 很重要的 Dola Reso 这个是Fami Reso 背一下子 好吧 那回家 尤其是新同学 你自己回家做点 自己给自己的功课 那你既然会的 你这个认真一会的 你就回家自己 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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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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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给你们功课 你自己去根据我刚刚讲的 去去把它拆解开 这样